你放心去睡 我不会吵你的 那我陪你一起看 锦衣庄伤兵进一所暗访 与我们明察相配合 定能找出真相 我就不信 这些人自杀 真是因为邪髓作怪 放肆 此事八成就是这个人在搞鬼 他故意引王爷前来 究竟是想干什么 难道是想灭口 财美的事虽是他负责 但他没有派兵的权利 这些事都是他报给冷将军 冷将军在酌情一级接安排下去 最后出去的是哪些人 可不是他说了算 另一件事呢 也打听过了 我走的这段时间 营里是走了一些人 还乡 逃兵 其实那几个人算不上是兵 他们是被收编进来的贼匪 军中派兵剿匪的时候 若不是遇到罪大恶极 或者拼命抵抗的 一般不会感激杀决 只要他们老是投降 就会被收编军中 加以训练 补充兵力 这些贼匪多半还有些功夫底子 比普通招进来的庄家汉 要好训得多 逃跑的那几个人 多是这样被收编进来的 那你可还记得这几个人的样吗 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印象 收编这群人的那场仗 是侯兵带兵去的 他们被俘之后 也是在侯兵手下收编 那在他们逃跑之前 在营中受训有多久了 不到四个月吧 不到四个月 他们在营中受训 不到四个月就跑了 是 这些人呢 最初的半年 是最容易跑的 毕竟当兵没有当匪 那么肆意妄为 怎么 有问题啊 祝福深层清洁 夏日必备 守玉 怎么 怎么是你啊 你伤着了没有啊 孩子 残废不了 不会麻烦你 你 你 你这孩子 你 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 能不能动点事啊 禀王爷 朗姑娘求见 让她进来 是 王爷 我在那人的营房里找到点东西 你去领教育营房了 你怎么进去的 大哥 还要请你替我在营中查一件事 是 老爷 我们派去盯着公主府的人 回来禀报说 半夏在城门拦了周翰的马车 像是在找人 但没找到 宫里有什么动静 早些时候下人禀报 暗中查访公主府救人那帮人的身份 现已查明 为首的正是秦鸾 他们不但查访公主府救人 还在坊间 对当年西平公主 诞下双生子之后的一些流言 多加查探 流言 您说秦鸾此刻查探这些 想干什么呀 这几日要小心叮嘱秦鸾 有什么风声速速来报 是 老爷 师父在寿淡之日 要荣生大内总管的喜讯传遍了八方 可以说是朝野来鹤呀 您看看 这鹤里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可见这些人对您是一片孝心的 您看这个 这是博古斋送来的 博古斋也送东西来了 这不是看您头些日子 亲临了他们那一趟 这就认为攀上了高枝了 这才有胆子给您送一份孝敬来 东西也错不了 是这个 铜如意 什么 师父 他送一铜如意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铜如意 你没看见这上面刻的什么吗 这儿还空着两个字 这儿还空着两个字 铜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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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桌里面 情况如何 那些伤兵啊 都是小卒子 说的话里瞎猜得比知道的要多 幸好我白日里 跟他们玩枪狼滚分球的时候 借机打听到一些消息 这军里边第一个发狂的 就是医所里的伤兵 伤兵 那伤兵现在情况如何 好得差不多了 我也探过他 他当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坚称自己是遇到了邪门的东西 还有吗 邪遂作怪的流言 也是从医所里最先传出去的 军队里最闲的就是这些伤兵 别看一个个都是大老爷们 说起小话来嘴碎得很 你这次回去 记得再打听一个人 谁啊 吴臣 吴臣 就是那个管军区的文官 对 你查他干嘛呀 王爷 惊中集信 怎么了 长安有麻烦 一定是有麻烦 但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什么意思 晴蓝不知为何 抓了公主府早前遣出去的两名女婢 吴将怕公主府有麻烦 暗中观察了几天 结果却发现了 景哥老在暗中调查 公主当年孕妻时的旧事 公主孕妻的事 查这个干嘛呀 楚楚 剖验完这三具尸体 你可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特别的发现 我剖验他们 发现溺死者吸进去的水 烧死者吸进去的灰 比一般死人吸进去的多 又比活人吸进去的少 你是说 他们临死之前 既不是死人 也不是活人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不死不活 那是 我觉得可以把他们叫做活尸体 像我这样的活尸体 不是啦 这么说吧 一个人要是死了 再被扔进水里 或是火里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喘气了 也就吸不进东西了 但活人不一样啊 他得喘气 一喘气他就挣扎 那吸进去的东西就会更多 可是 这两个人不一样 虽然他们死前也吸进去了东西 可是他们吸进去的量 比正常人要少得多 如果一定要形容是什么状态的话 他们应该就像平日一样 直到死都在正常喘气 那勒死自己的那个人 他身上也有可疑 嗯 最怪的就是这个锋利 一般来说 自己勒死自己本来就挺难的 尤其是像他那样 他拿腰带 在自己脖子上绕了一圈 一交叉 两手拉在两端 这样就更不容易勒死自己了 因为人一旦被勒到一定程度 会疼也会喘不过气来 那手上的力气就会变小 除非一上来就使出很猛的力气 才能一下子把自己勒死 但是 这锋利不是这样的 从他的颈伤和掌心的勒伤 还有喉部的碎裂情况来看 他不是一下就把自己给勒死的 而是手伤一直使得差不多的力气 直到把自己活活给勒死 也就是说 这三人 都曾身处极端痛苦的状态 而不自知 对 就是这样 他们临死之前都吃过些什么 都是些正常饭菜的残渣 没什么特别的 王爷 我是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邪碎 不过 这几个人的死法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 也没听过 他们真的中了什么邪了 怎么了 害怕 谁害怕了 我才没怕呢 就算他们真的中了邪 那活的你管 死的我管 不死不活的 我们就一起管 我就不信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 咱们管不了的 若是害怕 今晚就去我那里睡 侯兵送来的证词 我怕是要看到天明了 你放心去睡 我不会吵你的 那我陪你一起看 王爷 京商竟出事了 什么 马上带我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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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了你们 瞎了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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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闪开 你疯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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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什么情况 将军 这个潜州兵也疯了 和先前那些发狂的将士一样 脉象并无什么大碍 没事就好 冷月 那可有什么法子 能让她尽快醒过来 有 扎几针就行 那把她送到我住处 我有话要问她 来啊 把人抬走 来 恩君王不介意的话 我能去听听吗 能将军请 请 我愣着干什么 又不是头一次见 有恩君王在这儿 一切 会很快水落石出的 你们 给我多拿些胆气出来 小心给传出去 说咱们 节度是几万劲兵 竟然怕一个发了疯的 潜州军的小卒子 没听见吗 该上哪儿歇着上哪儿歇着去 赶紧都散了 这儿是是是是 这儿是是 这儿是是是 秦朗仲 这儿啊 就你来收拾了 还有啊 我跟你要的那单子 你赶紧给我弄出来 是 需要什么 我赶紧让人去采买不是 是是是 我先忙上了啊 好 您慢走 老爷 请议他们去了 冷胚山的军中 据报 是节度是驻地出现了怪事 接连有军中将士 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杀身亡 少爷和安郡王他们 被冷胚山一封信 请去调查了 看来血如成 西南之行 惊动了冷胚山 他抢先行动了 那 那少爷他们 安郡王从来不草率行事 他既然敢去 而且敢带着警义他们一同去 必有他的道理 要相信他们才是 传令家中在西南的所有人 警义若有差遣 不用往长安回报 即刻执行便是 是 老爷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过不了多久 安郡王去冷胚山军中之事 必会传回朝上 这才是麻烦哪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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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子 你终于醒了 狗子 这是哪儿啊 不是在医所吗 这里是本王的住处 方才发生了什么 你可都还记得吗 我就记得 天黑了 他们睡了我也睡了 醒来就在这儿了 那你身上可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身上 胳膊和腿上的主板 都被你折腾坏了 伤处肯定很疼吧 疼 当然疼了 我这胳膊和腿啊 像碎了一样疼 还有我这脖子 脖子也疼 这怎么了 你和我军中的那些 中了邪的将士一样 发了疯 疯了 我真疯了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了呢 我到底干什么了 你什么都没干 只不过把医所里的牧人 差点披成一堆柴火 你当真 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警 我 狗子 用人头发射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冷将军 他才刚刚醒过来 思绪 伤害有些混乱 医所里人有些多 怕是会让他太过紧张 不利于回想细节 不如先让他在我这里 冷静冷静 但晚些若是问出些什么 我一定知会冷将军 好 有劳安郡王了 你们去门外守着 任何人不得靠近 是 经理 你都看见了 之前的人都这样 就这么闲门 是啊 说实话 这也真不怪 军阵里的将士们害怕 这莫名其妙的 是有点甚得慌 经理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今天发狂的那个人 他什么来路啊 什么什么来路 不是说了吗 刚都救的钱周兵啊 经理 我们俩可讨论半天了 那小兵 从坐卧行走 到银滩举止 一点当兵的样都没有 秦周军再歇怠 总不至于 连常规的训练都没有吧 就是啊 他到底什么来路啊 别是哪儿来的 什么戏作吧 你俩瞎琢磨什么呢 这就是我救的钱周兵 新兵担子一个 以前就是一个 指挥五文诺末的 穷酸书生 不然能被山匪欺负成这样 再说了 他要是真是什么戏作 那安郡王能看不出来 这倒是啊 那当然是了 行了 那个 我们都是被营里那些事 给闹熬的 也就咱们几个兄弟 私底下虚导几句 绝对不是怀疑 你那个宝贝弟弟的法眼啊 是是是 虹兄 你身上的伤好点了吗 你什么时候又受伤了 一点皮肉伤 干什么都不妨碍 怎么就不妨碍了 皮肉不是长在你身上 还不妨碍呢 听吴臣说 你这伤拖着老不好 都是恶状了 秦郎中给你赔的药 也不好好用 你这是逞能呢 还是犯傻呢 行了行了 我说你们两个大老爷们 怎么比我媳妇还虚呢 你仔细想想 有什么人友谊接近过你 或是你做了什么事 可能录了身份 没有啊 对了 有一个 节度父使姓侯的将军 他犯前来医所 我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眼神一直往我身上瞟 应该是怀疑我的身份 那吴臣呢 吴臣没什么 我们撤了赌局以后 他就是跟齐老头 去点查了一下药材 就走了 没把我当回事 我打听过他 他平日里就是料理一些 军需类的东西 有时候给军力 起草一些文书 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 军中将士 也很少直接跟他打交道 对他印象不深 那侯兵离开之后 你可在军中吃过 或者喝过什么 你以为我这么不惜命啊 我小心着呢 我就怕他们 在入口的东西里面 下手脚 药我一口都没喝 吃饭的时候 我是假装 看上我旁边人的饭 硬是给换了 睡前喝了口水 但是也是等他们睡着以后 喝到旁边人碗里的水 王爷 凶使的目标 是不是我旁边的人 我小心过度 反而中了招 若是照我们先前的推测 有人故意将我们引来军中 那此人的目的 应该是想将我们 与此一举复杀 可我们既然也来到军中 他又怎么还会 节外生枝地 对无关的人下手 我们都已经来半天了 还是安然无恙啊 不对 除了我 但对我一个人下手 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也说了 我发疯以后也没干什么 就是一直在那砍柴 他不是也是想累死我吧 冷月 方才锦衣的症状你也看到了 江湖中口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毒药 或者功夫 会让人出现那样的状况呢 毒药 功法 而且发疯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觉得累 不会觉得痛 就像景大人刚才那样 要是哥平常 景大人手上受点这样的伤 早就扯着嗓子喊疼了 我听你这话不像在夸我 也不像在安慰我 不觉得痛 事后还什么都想不起来 给他涂上吧 这是 怎么了 这药是我从长安带来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景大人 你方才醒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头晕口渴 有一点 那就是 王爷 是胡茄花 胡茄花 胡茄花 胡茄花是止疼的良药 有何不妥吗 这胡茄花 确实是止疼的良药 但价值不菲 用得其他的人 和会用它的人都不多 一般入药都是用它的花 但是胡茄花这种东西 全株都是有毒的 子是醉毒的 入口会有一丝甜味 一般人浮上几颗 就会产生幻觉 不过若是中毒不深 幻觉过后 就跟没事人一样 枕脉是枕不出来的 我曾经在岭南山中 见到有人将此药 跟其他药混合在一起 支撑一种类似五十散的东西 在饭买 幻觉 也就是说 中我毒的人之所以壮入癫狂 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幻想 是 如果中毒的人看到了幻想 因人而异 各不相同 那就能解释 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 发狂方式 这胡茄花贵重且难得 此毒恐怕是李章提供的 梁姑娘 如果仁一旦中了这毒 是会立即发作 还是会等上一阵再发作 这要看用法和用量 如果是服用了胡茄花籽 那么最慢一盏茶的功夫 也会发作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 这毒一定不是下在吃的东西里的 那三名死者胃里的食物残渣 剩下的不多 他们吃完饭应该是有一阵子了 肯定不是在饭后一盏茶的功夫 那就是水 应该不会 就拿医所来说 伤兵们喝的水 都是一个锅里烧出来的 要是下在水里 那喝了水的人 都应该会发作 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着了道 那就是喝水的碗 我们在这儿猜了猜去 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还不如我回医所里面 再探查探查 不行 有人想要你死 你还回去 王爷 我觉得锦衣在医所里 打探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让他撤回来了吧 你担心我 是 我担心你 好啦 放心吧 我都已经疯过一回了 在哪儿疯倒就要在哪儿清醒过来 我又怕疼又怕死的 再怎么出现这个幻想 我也不可能自杀吧 再说了王爷 我觉得这事今晚还没完 那你要多加小心 那你要多加小心 我们都多加小心 我们都多加小心 吃去掉 我去掉下火里面 我来找的 你能快点掉 我来找她 我来找的 买手 我还是要快点 Carmine 你能快点掉 我来找的 我来找的 你能快点掉 我去那儿 你能快点掉 我来找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还敢拦摸我的营房 不似量力 你 知道我动过这个 废话 如果连你这点小把戏 我都看不出来 那我凭什么在这前中道 指挥这千军万马 我节度使的营地 不早被戏作渗透成筛子了 那这些信 这些信 是不是我故意放在这儿 等你来发现的 怎么 你没把信给安郡王看呢 安郡王 要是连这都分辨不了 那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统领三法司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你 你爹娘 在甘露之变中 惨死的时候 我没有赶回去 是一位边将 若没有接到朝廷的诏书 狮子带兵进京 等同谋反 如果我那么做了 冷逝全族都会被诛灭 那时族长把我像拴狗一样 锁在了宗祠的地牢里 我怎么告诉你 我每年在你爹忌日的时候 都给他写信 还这么娘儿兮兮地 放在个盒子里收着 怎么 说这些光荣吗 这对你有半点好处吗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郎中 说您已经 孩子 郎中的话不可信 您不信 那为什么还写在信里 告诉我爹说 用不了半年 就会去跟他团聚了 我那是糊弄他呢 那您让我看看 那您又是怎么哄朝廷的 那您又是怎么哄朝廷的 你 冷将军病重 不會啊 冷将军看起来那么强壮 听说下午的时候 还在阎舞场和冷姑娘打了一架呢 他得了什么重病啊 是一种古兵 许是他多年打仗落下的旧疾 他这些年 每当冷月付近几日的时候 便会写信以记哀思 他在信里说 因为担心军中大乱 所以瞒了所有人 他现在已经在悄悄地 为他自己料理深厚之事了 那 冷姑娘知道吗 这信 就是他从冷将军的营房中找到的 我原本是让他去找 冷将军是否有跟李章联络的线索 或是有关 资助铜钱什么的线索 但他却找到一盒 冷将军这些年 写给他父亲的信 冷将军得了这么重的病 那个幕后的人 应该不是他吧 楚楚 你可还记得 当日要杀许如归的两个人 记得 我记得你检验后说 他们都是当过兵的人 王爷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了 这些人同样也是当兵的 我兄长打探到 我们和李章进山前 曾有二十多个士兵出英采办 就是奉吴辰之名 这与去刺施府的人数正好对得上 但军需长书记吴辰并无调兵之权 所以 军中定时 有权力极大的人在操纵此事 而且 根据那日柴房里的现场痕迹推断 除了来杀许如归的神策心 还有一伙人 想要活捉许如归 王爷 你为什么会觉得 是冷将军派人去抓许如归呢 吹不散 吹不散 剪不断 没遇见 是对你的想念 月光寒 月光寒天色晚 尘世间冷漫 唯有你身边 拥抱 拥抱让我眷恋 闭上眼 又相见 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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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拂过你的发现 岁月 岁月长情一切 任世间遗憾 没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 你笑 这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 把这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 依靠 远方的此生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